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我老公了 找他就行 接个吻而已 我根本没在怕的 我自信满满地起身走到对面包厢 在人群中扫尸一圈 终于找到那张看起来熟悉的脸 我凑过去 小生同他商量 我大冒险输了 需要找人接吻 看在咱俩的关系上 你忍一下 我不亲你嘴 对方迟疑道 这 我只当他是不好意思当着众人的面接吻 补上一句 出去偷偷亲也可以 但是得拍照 不然没办法证明我完成了大冒险 他飞快地看了一眼身边的男人 然后果断摆摆手 不能忍 真不能忍 我皱眉 沈修指不是这么扭捏的性格呀 身后隐约传来催促声 我看着他是我如洪水猛兽的模样 再次努力 我就亲一下脸 很快的 他犹豫了两秒 果断抬手捂住了自己的脸颊 我 如果不是脸摆在那里 我都要怀疑认错人了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准备放弃 临走前 还失望地丢下一句 沈修指 你真是太不讲夫妻情谊了 往我每次都兢兢业业地配合他扮演恩爱夫妻 轮到我需要帮助 他就给我来这出 整得我像是在抢抢民难一样 没走出两步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冷笑 老公都认错了 还讲什么夫妻情谊 我瞬间如同被五雷轰顶 一节一节地转动脖子 视线落在出生的男人身上 这个 好像长得也挺像我老公的 跟沈修指商业联姻半年 我还是没能记住他的脸 因为他很少回家 每次回来还都是早上或深夜 而我日上三竿才起 很少会见到他 酒吧灯光昏暗 我又有轻微的脸盲症 认错人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吧 暗自在心底安慰好了自己 我冲沈修指笑 我刚刚在玩大冒险 跟你开玩笑的 沈修指挑眉 开玩笑 他显然不相信我的鬼话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继续扯谎 对呀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 沈修指没说话 气氛一度尴尬起来 还是我刚刚认错的人开口原场 嫂子挺爱开玩笑的哈 我刚刚都被吓一跳 还以为真认错了 这话一出 沈修指面色更沉 我欲哭无泪 大哥 你不会原场 可以不原的呀 这下好了 大家都不高兴 一片寂静中 沈修指捞起椅背上的外套 牵着我朝外面走 回家亲 我赶紧一步一去地跟了上去 打手势跟朋友们示意我先撤退 一路上 沈修指都不发一言 我紧紧地贴着车门 根本不敢看他 我真不是故意的 每次我好不容易记住沈修指的脸 他就开始出差 我这人记性本来就差得要命 如此恶性循环之下 我只能记得大概的轮廓 车缓缓驶入地库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 沈修指将我带上楼 开始慢条斯理地摘表 我瞅准机会 赶紧解释 从脸盲解释到灯光 说得口干舌燥 沈修指还是没说话 好半天 他将摘下来的手表扔到一边 开口道 不怪你 是我的问题 我心里一喜 赶紧顺杆子就爬 没有没有 不是你的问题 我的确不明白 他的问题在哪里 毕竟认错人的是我 他总不能错在 没有长一张能被我记住的脸吧 沈修指抬手将灯打开 慢悠悠地补上后半句 我不该每次都关灯 让你看不清我的脸 我瞄懂 瞬间面红耳赤 半天都没能接得上他的话 沈修指手称 在我身体两边 跟我靠得极近 近到只要我一动 就能亲到他的唇 我默默往后挪了一下 试图保持安全距离 但沈修指却又上前一步 回家了 可以亲了 我心跳加速 结结巴巴道 回家了 就不用亲了 都回家了 还亲给谁看 沈修指微微醋眉 不是说要拍照 回家接吻还拍照 我会被当作在秀恩爱 然后被挂到好友群里 通知一周的吧 但我前脚认错人 后脚又拒绝亲亲 好像是有点过分 于是我道 不用拍照了 话音刚落 沈修指的吻 便落在我的唇上 我气息有些不吻 无意识地揪紧了床单 理智开始溃散之际 我听到沈修指轻声道 那就不拍了 第二天下午 我是被连连不断的消息 提示音吵醒的 是聆听发了几十条 六十秒的语音 控诉我昨晚忘记 跟他续火花 我抖着手回复 昨晚出了点意外 马上续马上续 聆听瞬间被转移了注意力 一个禁问我跟沈修指 为什么突然离开 我力道大的 差点将手机屏幕戳碎 昨晚我去大冒险认错人了 沈修指当时没说什么 回家就开始说什么 是他的错 不该每次都关灯 导致我都没能记住他的脸 然后 然后 聆听小脸通红 后面的不用讲了 我可以自己脑补 我给他回了个 翻白眼的表情包 退出聊天见面 才发现沈修指给我发了消息 说今晚要回老宅参加晚宴 他看我在睡 就先回去了 司机已经在楼下等 我垂死病中经坐起 迅速化妆换了衣服 然后颤颤巍巍地下楼上车 待昨晚的沈修指所赐 到了老宅 我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他 我深吸一口气 挂上完美的笑容 快步走过去 挽上他的手臂 老公 我来了 沈修指愣了一秒 勾起了唇 想来是对于我一眼就认出他的行为 十分满意 他揽上我的腰 不动声色地帮我揉了揉 身边不断有人说 我们感情真好 沈修指唇边的笑意 也越阔越大 陪他秀了半个晚上的恩爱 我轻轻拨开他的手 找地方去补装 为了避免社交 我一直拖着时间 直到舞会快开始时 才磨磨蹭蹭地出来 我的目光在人群中勋寻 终于锁定了沈修指的具体位置 我们隔的距离有些远 我只能依靠衣服的颜色 来辨认原处的是不是他 他似乎也看到了我 抬手冲我挥了挥 面上挂着温柔的笑意 这下肯定没错了 我扬起一抹笑容 抬脚就要朝他走过去 只是还没走出几步 就被人揽着腰捞了回来 是沈修指 他唇边琴着笑 提醒我 老婆 你又认错人了 我顿时收回了卖出去的步子 心虚地跟他解释 我就是看他衣服的款式和颜色 都跟你一样 而且离这么远 只能看清轮廓 怎么看都是沈修指啊 对上沈修指的目光 我果断甩锅 也不能怪我认错 他都不认识我 干嘛要跟我打招呼 长得相似 衣服一样 还跟我打招呼 我将他错认成沈修指 不是很正常吗 沈修指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唇边的笑意顿时一讲 他认识你 你昨晚要亲的就是他 我本来还试图继续狡辩 听了这话顿时泄气地低下头 好吧 是我又认错了 下次出门 不能偷懒不带隐形了 沈修指抬手敲了下我的额头 再认错一次 你就别想下床了 我再三保证 不会 肯定不会 为了能够将沈修指的脸 刻进脑子里 我每天都捧着他的照片看 起床看 睡前看 甚至还挑了张他的照片 设置成屏保 看得多了 连做梦都是沈修指的脸 这样做的效果十分显著 现在哪怕沈修指 站在离我200米开外的地方 我都能根据轮廓 准确辨认出那是不是他 但为了不给沈修指任何机会 我还是抱着照片继续熟悉 他洗完澡出来 看到我专心致志地看着他照片 唇边的笑意怎么都压不下去 他走过来 抽走我手上的照片 脸凑了过来 晚上看照片伤眼睛 你可以直接看我 我敷衍地扫了他一眼 伸手想扯回照片 我就是不好意思 一直盯着他看 才看照片的 沈修指不肯松手 满脸认真道 照片毕竟不够生动 你要是天天看 以后还是会认错的 我撑着下巴 连眼神都没给他 那你说怎么办 不看照片就记不住脸 记不住脸沈修指就不高兴 他不高兴就不会放过我 然后我就 我紧急停止想象 将脑海里的画面晃了出去 沈修指起身将照片放好 我们每天待在一起 朝夕相处 自然会记住的 我比了一个禁止的手势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每天要去公司 我要在家睡懒觉 要相处的话 势必会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但我是万万起不来的 而他要是长久不去公司 万一倒闭了 我记住他的脸有什么用 沈修指唇角笑意微僵 你不想跟我待在一起 我敏锐地从他的神情中 嗅到了危险的信号 赶紧摇摇头 不是 是我真的起不来啊 沈修指想了想 那等你睡醒 让司机送你来公司 我们一起吃饭 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我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 好吧好吧 不用再看照片 我翻了个身 躺在床上玩手机 结果还没玩多久 手机就被沈修指抽走了 他亲了亲我的额头 老婆 我们今天还没有熟悉 我伸出一根手指 抵住他的胸膛 熟悉什么 我都答应你明天去公司了 你都说那是明天的事情 他嘟囔 颇有些耍无赖的意味 我手指顺着他的胸膛 滑下去 沈修指 他闷哼一声 声音显现变了掉 嗯 我弯了弯唇 凑近他耳边 你节制一点 不然会虚的 说完这话 我将他推开 伸手去够被子 还没等拿到 就被他一把抓住了 手腕抵在床头 节制 什么意思 听不懂 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他的吻就落了下来 第二天起床时 沈修指已经去上班 我揉了揉酸痛的腰 内心诅咒他一万遍后 才下楼拎着用人做好的饭菜出门 沈修指坐在办公桌前 手里握着钢笔 正在看文件 啊 好帅 好霸总 趁他还没看到我 我摸出手机 咔咔拍了两张照片 欣赏了会儿自己的拍照技术 我索性将它设置成屏保 别的不说 就沈修指这张脸 跟男明星比 也没差到哪里去 真的很养眼 看着沈修指合上文件 我才抬脚走了进去 随手将手机放在茶几上 动手打开带来的饭菜 沈修指眼尖 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我的屏保 他眉头微条 怎么突然拿我照片做屏保 我将筷子塞给他 刚刚在门口的时候拍的 觉得挺帅就用了 再说 你不是老闲我认错人吗 射程屏保 能加深记忆 沈修指嘴角高高扬起 却又硬声声压下 你应该提前说一声 我都没有准备 拍出来不好看 还在那装呢 我放下筷子 故意拿起了手机 好吧 既然你觉得不好看 那我就换掉 沈修指抓住我的手腕 等等 我将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 我换掉吧 没事的 沈修指急了 直接抽走了我的手机 我扭头看他时 他又一脸严肃到 不是不好看 是我觉得 你这样做有些问题 我重新拿起筷子 懒得听他的歪理 可架不住沈修指 非要说给我听 还说得极为认真 你应该拿我们的合照做屏保 这样你才能想起我是你老公 我 我只是轻微脸盲 加上对他的脸不是特别熟悉 不是失忆症嘛 沈修指自动忽略了我无语的表情 揽着我的肩膀拍了张合照 我条件反射般的扬起笑容 照片拍好 沈修指顺带着连他的手机屏保也改了 我看着他折腾半天 开口问道 这下能吃饭了吧 我的糖醋小排都要凉了 沈修指将手机放到另一侧 可以了 吃吧 一顿饭的功夫 他眼睛时不时往手机上瞟 就连下午工作时 都保持着每20秒 假装看一眼时间的频率 工作效率极其低下 我忍无可忍 直接将他的手机收走 本以为这样就能让他专心工作了 可没多久 我就发现 他每看一行字 都会抬头偷瞄我一眼 偶尔视线跟我对上 就飞快地低下头 抿着唇 端地是一副高冷霸总的模样 反复几次后 我拎起了包包 我不打扰你工作了 眼看着我要走 沈修指猛地抬起头来 不行 我脚不顿住 扭头看他 他神色有些不自然 我们今天的相处时间还不够 再相处下去 沈修指都要下班了吧 他怎么能带头摸鱼呢 见我站着不动 沈修指合上文件 看起来要跟我一起回家 我赶紧将包包丢回到沙发上 行行行 我不走了 在这儿陪你 但你要好好工作 不许再看我了 沈修指立刻移开视线 看着他进入工作状态 我实在是无聊 只好在办公室的另一边 到处溜达 但下一秒 我的视线便定格在某一处 柜子里面 锁着一个相框 里面是 我跟沈修指的结婚证 难怪我从领完证 就没有见到过结婚证 还以为是沈修指收起来了 谁知他不仅拿到了公司 还拿个相框表起来 我扭头瞪了沈修指一眼 然后就发现 他一直在看我的背影 完全没在工作的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怕打扰他了 我朝他勾了勾手指 沈修指 你过来一下 沈修指不动 我皱眉 沈修指 他还是不动 我反应过来 没好气地开口 老公 你过来 沈修指快步朝我走来 来了 我摊开手掌 给我 他装傻 一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模样 我重复一遍 给我 我要把结婚证带回家 天天摆在这里 看着太恋爱恼了 一点都不霸总 见沈修指 迟迟没有动作 我伸手在他口袋里摸了摸 什么都没摸到 正要推开他去办公桌上找的时候 被他一把抵在了书柜上 亲亲我 我就让你拿回去 岂有此理 那明明有一本是我的 我瞪了他一眼 张口便威胁他 你不让我拿回去 我明天就跟你去换证 一听这话 沈修指 神色皱冷 没等我再说第二句话 他便狠狠地吻了上来 直到我腿软的有些站不住 他才打开柜子 将结婚证塞进我手里 想拿就拿回去吧 我 这么好说话 那他刚刚在干嘛 根本就是找个借口而已 我纷纷地瞪他一眼 胡乱将结婚证塞进包里 拎起来就走 沈修指急忙跟上来 我下班了 一起回家 我冷哼一声 谁乐意理他 刚停好车 我突然接到了高中学长的电话 说是邀请我参加后天的同学聚会 沈修指盯着挡风玻璃 耳朵却早已竖了起来 眼看着他越靠越近 耳朵都要贴我手机上了 我瞪他一眼 当场应下 通知完同学聚会的地点 学长又问起了我的近况 聊了没几句 沈修指便捏了捏我的手指 一副老大不爽的样子 我没搭理他 继续接着刚刚的话题聊 沈修指撇了撇嘴 突然凑过来说了一句 老婆 到家了 这句显然有奇笑 那边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我抱臂靠在椅背上 你干嘛 沈修指也学着我的动作 靠在椅背上 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也要去 我还在为办公室的事情不爽 故意没接他的话 沈修指却已经自顾自地开口 这种聚会肯定会玩游戏 你又跟上次似的认错人怎么办 比我还能记仇 我不服气地反驳 我怎么会认错 上次只是个意外 再说了 经过沈修指这段时间的努力 我想认错也难 沈修指撇撇嘴 你怎么不会认错 万一你聚个会回来 又不认识自己老公了怎么办 明明就是想去现场防备那位学长 非要找这么多借口 我都不想揭穿他 我想了想 想去也行 我有条件 沈修指瞥我一眼 什么条件 我凑近他耳边 今晚 沈修指耳根微红 却还是点了点头 可以 凌晨时分 我正昏昏欲睡 却突然听到衣帽间有动静 睁眼一看 沈修指果然不在 等了二十多分钟 沈修指还是没有回来 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 起来去看 沈修指身边放了一堆衣服 还在一件件对着镜子时 连着换了七八件 他都不满意 扭头要在拿几件的时候 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 他一愣 神色顿时变得不自然起来 我来挑挑明天穿什么 聚会在晚上 他凌晨就开始挑衣服 这也太过于重视了吧 我打了个哈欠 明天再挑也来得及 再说只是同学聚会 不用太认真 沈修指拿了衣服 继续在身上笔花 那不行 我怎么能说 他后半句话几乎是在嘟囔 加上我又太困 根本没听清说什么 在追问时 沈修指又假装什么都没说过 眼看着柜子里的衣服都快见了底 他还是没能挑到满意的衣服 他皱眉 不行 明天得再让人送两件来 我赶紧制止他 我帮你挑 照他这种挑法 再装满三个衣帽间都未必能找到合适的 沈修指侧身让开 我拎起一件衣服 冲沈修指挑眉 这个 沈修指摇摇头 不好看 颜色太深了 我又换了件衬衫 沈修指还是摇头 不显年轻 我换了五件 他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要挑 我一口老鞋 耿在喉头 深吸一口气 我拎起一件黑色衬衫 这个 沈修指眉头微皱 刚要说话 我打断他 我明天要穿同色系的 情侣装 穿不穿 沈修指眉头瞬间舒展 穿 我松了口气 将衬衫塞进他怀里 所以 睡觉 沈修指将衬衫挂好 立马关灯 睡 睡到第二天下午 我才慢悠悠地起来化妆 沈修指早已经捣持好 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瞅我 我放下手里的粉底 严肃地看向他 沈修指 你衣服好像有点皱 沈修指低头看了一眼 立马脱下来熨烫 那股灼人的视线总算消失 我继续化妆 可还没十分钟 沈修指就又站在了门口 他也不说话 就这么看着我 终于 我忍无可忍 抬眼看向他 沈修指下意识站直的身体 摸了摸鼻子 没事 我随便看看 我直直地看着他 沈修指放下手来 总算开口 那个贺燕 什么时候变成你男神了 我微正 随即反应过来 刚刚跟闺蜜聆听打电话时 他打趣地提起 我曾经拿贺燕当过男神的事情 当时沈修指就在旁边鬼鬼祟祟的 我看他 他还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转身 随口答道 就上学的时候呗 他挺帅的 透过镜子 我看见沈修指的脸色 瞬间一黑 他冷哼一声 他跟帅沾边了吗 我有些莫名其妙 他跟贺燕又不认识 怎么知道人家长什么样子的 沈修指见我没附和他 又是冷哼一声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我只要跟他说话 他就会阴阳怪气地扯到贺燕身上去 我夸他这今天真帅 他扯扯嘴角 一般 没你男神帅 我说贺燕跟他没法比 他瞥我一眼 明明都笑了 却还是硬生生压下 你也觉得他不配跟我比吧 我 我没好气地在背后瞪他一眼 然后在他看向我时 火速挂起笑容 当然啦 沈修指嘴角微勾 算你有眼光 今晚放你一马 我一根手指戳在他腰上 你再给我冷脸试试呢 沈修指抓住我的手 将我扯进怀里 我脸挺热的 不信你摸摸 他做事要将我的手往他脸上放 我看见车窗外的一张脸 赶紧推了推他 别闹了 下车 我跟沈修指下车时 身边围了一圈同学 有人打趣 车停下这么长时间都不下来 跟沈总在车上腻歪什么呢 其他人也纷纷上来 跟沈修指打招呼 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却也没多想 应该是生意上有往来吧 我记得沈修指跟我不是同学呀 大家各自落座后 有人看向我跟沈修指 感叹 真没想到你们两个会结婚 没等我们开口 身边的人便笑着开口 有什么想不到的 当时沈总被赫焰造谣 不就是温叔帮他澄清的吗 这话一出 我盯着沈修指猛看 我 帮沈修指澄清 想了半天都没大想起来 我压低声音问他 怎么回事 咱俩认识 你不是国外上的学吗 后来毕业回来继承家业 没两年又跟我商业联姻 在这之前 我不记得见过他呀 沈修指忧愿地看着我 你果然不记得我 我捏捏他的手指 快点说 我确信自己没有失忆过 沈修指反握住我的手 当时赫焰造谣 我在校外乱搞男女关系 还有虐待小动物等等 是你先站出来帮我说话的 那件事情之后 我就出国了 我想啊想 脑海中终于有了点模糊的记忆 当时我并不知道 造谣的人就是赫焰 只记得隔壁班 有个经常戴口罩的高冷男背造谣 我看不过去 帮他说了句话 当时为什么那么确定 他是被冤枉的呢 因为我跟他一起救助过流浪猫 只是因为他这人实在高冷 不愿意告诉我名字 就连长相我也没能看清过 后来听说他转走了 我也没刻意去打听 我还想继续问 赫焰就推门进来了 众人看到他 讨论的声音戛然而止 过了一分钟左右 才有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赫焰一回应后 目光落在我跟沈修指身上 脸上划过一丝阴沉 我看着他如今的模样 怎么都跟高中时借给我校服的人 联系不起来 加上刚听说 他曾经给沈修指造谣的事情 不管他再怎么挑起话题 我都热情不起来 而沈修指从他进门开始 便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只一个劲地给我夹菜 包虾踢鱼刺 饭吃到一半 沈修指出去上洗手间 他一走 我也待不下去 起身想去门口等他 我们俩提前回家 谁知才刚走了没多远 赫焰就堵住了我的去路 他递出一张名片 脸上带了几分讨好的笑意 温同学 好久不见了 我垂眸一看 对他的来意猜出了七八分 这公司有个重要的项目 是想跟我家合作的 但刚得知了他的真面目 此刻学生时代的滤镜 已经荡然无存 我绕过他想走 项目合作走正常程序就行 赫焰追了上来 见我不想提有关合作的事情 索性将话题引到了沈修指身上 你们的婚礼怎么没有邀请我 说起来 我跟沈总有些误会 而且他这个人 他欲言又止 我停下脚步 扭头看向他 见我停下 赫焰一喜 他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男女关系就挺混乱的 这几年 我也听说 他说话并不说全 给人留下无限遐想空间 我脸色冷下来 他又赶紧找步 我也是不希望你所托飞人 我叹气 你能不能刷完牙 再跟我说话 天天造谣 嘴臭得很 赫焰脸色一变 不知道是不是酒精上来 竟然当场耍起酒风 要来拉扯我 只是还没碰到我 就被身后的沈修指 一脚踹了老远 我们冷眼看着他在地上翻滚 我晃了晃手机 我这儿有录音 你抽空跟我打个官司 他满脸通红 却实在爬不起来 沈修指路过的时候 还补了一脚 霸了个跟的 早看你不爽 造谣怪 回家的路上 我始终闷闷不乐 沈修指跟我食指相扣 问道 怎么了 觉得没发挥好 我平时跟人吵架时 只要之后发现自己没发挥好 就会心情郁闷 此刻听沈修指这么说 我美好气得白了他一眼 才闷声道 就是觉得我以前真吓 竟然暗恋这种人 沈修指皱眉 就他 他像是听到什么天方夜谈 从头到脚都透着嫌弃 我解释 以前年纪小吗 他帮过我 加上他以前长得 确实还不错 沈修指冷哼一声 一副老大不爽的模样 他什么时候帮你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叹了口气 就是孝庆那次啊 我没有穿孝服 他把他的戒给我了 那时候喜欢上一个人 真的很简单 贺燕成绩不错 长得也好 在我最害怕 被老师责骂的时候 是他将自己的孝服借给了我 从那之后 我就对他有好感 不过也仅限于好感 谈不上喜欢 沈修指月听 眉头皱得月紧 孝庆 借你孝服 你确定是他 我点头 对呀 那天我看着他被罚站的 而且给我孝服时 他戴着口罩 罚站时也戴着口罩 这没道理 不是他吧 那件事之后 我还特地买了奶茶 感谢贺燕 他也收下了 送奶茶时 我还特地说明了 是感谢他借我孝服的 如果不是 他为什么要收 难道就是为了那杯奶茶 沈修指悠悠道 有没有可能 借你孝服的人是我 我愣住 这么说 好像也有点像 实在不能怪我搞不清楚是谁 而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班里的男生 清一色的微分碎盖 再戴个口罩 更是分不清谁是谁 加上 沈修指跟贺燕的身高也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 大概就是 那时候的沈修指 比现在胖一些 沈修指帮我回忆 我在走廊给的你校服 口袋有块水果糖 衣服上应该还有葡萄柚的味道 我全想起来了 其实我当时跟贺燕说的时候 他的确一问三不知 但为什么我没有怀疑他呢 因为他那时候 算得上是乐于助人 每次只要有人忘记穿校服 他都会借出去 帮忙躲避一下检查 而且贺燕从不戴口罩 恰好是那一天戴了 加上那天 贺燕确实也因为 没有穿校服被罚战 种种迹象 让我很难怀疑不是他 沈修指斜腻了我一眼 想起来了 我欲言又止 那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说 提起这个 沈修指脸色有些沉 我怎么知道 他要冒充我身份 借完校服之后 就出了他被造谣的事情 原因吗 大概就是 贺燕看不惯沈修指寿女生喜欢 成绩又比他好一点 更关键的是 虐待小动物的 其实是贺燕 只是被沈修指撞见了 为了维持自己好学生的形象 他就栽赃给了沈修指 眼看着沈修指落入那样的境地 他也毫无愧疚之心 只庆幸被发现的人不是自己 沈修指语气忧怨 还有你 竟然认不出我 我也觉得冤枉 我怎么能想到 还有人冒充沈修指的呀 想到这些年对他的夸奖 我真是 悔不当初 看着沈修指紧抿着唇 我赶紧挽尊 我就说 这种道德败坏的人 怎么会有那么香的校服 沈修指越想越气 冒充我 我让他后半辈子 都为这件事感到后悔 我好心提醒 还有他造谣 虐待小动物的事情 这都是他干的 千万别放过他呀 沈修指想了想 拨出一个电话 将此事交代给别人 说话间 车已经停下 我跟沈修指上楼 一边走 我一边给他顺毛 他跟你根本就没法比 真的 也怪你当时太沉默寡言了 你要是主动出来认领 我还会搞错人吗 所以咱俩各打五十大板 都别计较了 我还在喋喋不休 沈修指却扛起我扔到了床上 他似笑非笑地开口 仔细算算 你应该一共认错我三次 所以今晚 三次 我 来不及抗议 沈修指的吻就已经落了下来 迷迷糊糊间 我愤愤地想 沈修指 真是诡计多端 在我跟沈修指的朝夕相处下 我终于不会再认错他 哪怕隔着两百米远 我都能精准地认出他 但沈修指根本来不及高兴 因为我怀孕了 孕出期最严重的症状 就是完全不能看到沈修指的脸 看到就忍不住想吐 但要是彻底不跟我见面 沈修指又不放心 所以他找人定做了面具 是我最喜欢的引游男主的脸 这样做的效果出奇地好 不仅不再吐 就连胃口也变好了 沈修指看着我 一脸忧怨 你对我这张脸到底有什么意见 一直认错也就算了 将我跟别人搞混也就算了 现在更好 连看都不能看了 我黑黑一笑 冲他勾了勾手指 沈修指戴着面具凑过来 我将他的面具扯下 在他唇角亲了亲 能看 喜欢看 爱看 沈修指一愣 随即仰起嘴角 真能看啊 我点点头 其实本来就是正常的 运途反应而已 是沈修指每次出现的 实际都不对 而且他爱发散思维 动不动就怀疑 我是讨厌他这张脸 吐得最严重的时候 他甚至都想过 要不要去整个容 看他这样 我还有什么逗他的心思 沈修指在我唇上亲了又亲 太好了 我本来还在纠结 到时候怎么跟大家解释 我长相变了的事情 现在不用解释了 没等我开口 他又亲了两下 老婆你真好 我弯了弯唇 嘿嘿 你也好 故事二 豪车里 顾成宇将我抱个满怀 有些心疼地拉着我的手开口 轻轻 真是辛苦你了 那样的人 怎么还值得亲自动手 他说话的时候 眼里带着些自责 大概是在怪自己没有处理好 居然让他闹到我面前 我看着顾成宇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对于顾成宇的举动 我也并不吃惊 其实 我并不怀疑顾成宇对我真心 毕竟 真心瞬息万变 他可以独宠我一个人 也可以给很多个人 他处在高位 身边有几朵节语花 在豪门圈子里的人看来 这实在是太常见了 就好像 当所有人都沉溺在黑暗里 当你身处光芒的时候 就是一种罪过 年会结束就是新年 年三十那天 晚饭是顾成宇亲自做的 像他这样 年纪轻轻就坐在高位上的男人 除了爱好 能够亲自下厨 实在是太难得 就连我一向看人苛刻的母亲 在看见顾成宇的时候 都满是称赞 他加起一块做好的红烧鱼 贴好刺放在我的碗筷里 我也拿起筷子 小口小口地吃着 味道很好 虽然顾成宇很少下厨 但是他似乎在这方面很有天赋 等到吃完饭的时候 顾成宇去浴室洗澡 我看着他一直在闪的手机 下意识地伸手拿了过来 顾成宇的密码一直没有变 我打开手机 已经找不到苏明珠了 我心里明白 估计是被顾成宇找地方送走了 这些年总是这样 每当有一个女孩让我不开心了 或者闹到了我面前 顾成宇都会把他们远远送走 再也不见 我在向下滑 是李李李 她是顾成宇的贴身秘书 也算是顾成宇身边 跟得最久的那一个 有一次见了我 也是恭敬地喊我顾太太 实在是个低眉顺眼的 顾成宇对于他也似乎也很满意 他的工资一直都是 普通秘书的好几倍不说 每逢节假日 还送车 送房 送包包 听说他现在住的那套市区大平层 就是顾成宇送他的生日礼物 我有些愣神地看着手里的手机 就连顾成宇什么时候洗完澡 从浴室里面出来的都不知道 他从身后将我搂在怀里 一股清凉的薄荷味 立马就席卷了我的全身 他顺势将脑袋放在我的颈边 嘴唇贴在我的耳唇上开口 我家轻轻也难得查我手机了 我没有说话 只是视线看向前方 顾成宇看着手机上的界面 停留在跟李莉莉的聊天界面上 带着些试探的开口 不喜欢他 那我再换一个 我将手机递给顾成宇 平淡地开口 顾成宇 你会不会太紧张了 其实对于顾成宇杨小三的事情 他一向都不会瞒着我 大概是觉得四周的人 已经没有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了吧 他对我一向尊重 体贴 更是世事都将我放在第一位 更何况 就连我们彼此的父母都是如此 我母亲虽然只有我一个孩子 但是外面却是情人不断 我父亲就更不用说 他有很多个情妇 更是有不少的私生子 尤其是在我嫁给顾成宇以后 他就挑了一个能力还算出众的私生子 接管家业 那个私生子也算是懂事 对我母亲尊重 对于我这个姐姐也算是爱护 毕竟在豪门里面 真心就是玩笑 面上在和蔼可亲 内心都是肮脏不堪的 灯光灰暗 顾成宇把玩着我的手指 语气却有些温柔地开口 轻轻 我们这一路走来 真的不容易 我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看向远方 就像小时候那样 坐在他的身旁 阳光洒在两个人的身上 两个互相做作业的人 时不时地偷看对方一眼 那是爱意的萌芽 也是一切最为美好的时候 顾成宇还是没有留下来陪我 他被一通电话叫走了 他说公司里临时有事 要出去一趟 我站在门头 目送着他出门 他走了没多久 下晚晴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清清 我好像看见你老公了 跟我家那个混蛋在一起呢 听说叫了好几个呢 看着夜空中满天的烟火 我有些心不在焉地回道 那你呢 又叫了几个帅哥呢 下晚晴笑得开心 好几个呢 各个都是刚成年的小鲜肉 怎么样 你要不要过来一起开开眼界 我告诉你啊 这小弟弟叫起姐姐来 可是能把你的心都融化了 我没有回答 只是看着一朵又一朵的烟花绽放 她的声音却继续传来 清清 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像顾承宇这样地位的人 女人都是成堆成堆地往上贴 根本就不可能片夜不沾身 你与其独善其身 不如也过来跟我一起玩 楼下的门铃响了 听着铃声 我轻轻地开口 我没有独善其身 下晚晴惊奇一声 立马就来了兴致 你也养人了 我没有回答 转身挂了电话 向着门口走去 我站在楼梯上 看向门口 周指的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寒气 却已经是熟络的打开房间里的灯 换上拖鞋 走进屋里 少年的眉眼分明 看见我 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 姐姐 新年快乐 跟周指认识的那一天 是在医院 那个时候 我刚刚得知顾成宇 在外面有人 我打着点滴 坐在医院的大厅里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爱她的时候 我用尽了全身力气 将她视为我的己有 突然发现她出轨 心里的悲伤 在我全身蔓延 纵然我见多了这样的事情 纵然我的身边 都是这样的事情 甚至在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们都不深在意 就连我最好的朋友夏晚清 都一脸理所当然地开口 清清 顾家在顾成宇的手里 做大做强 顾成宇长得又帅 身边没有别的女人 根本就不现实 身边所有人都在劝我别难过 毕竟顾成宇她只是不忠贞而已 实在是无伤大雅 可我实在是太压抑 太痛苦了 在所有人都表现出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的时候 仿佛我才是那个犯错的人 我压抑着自己的心情 不敢发作 因为我已经见过 我母亲狼狈失望的模样 家里所有的东西碎了一地 将一项温柔的母亲 折磨得像一疯子 只是慢慢地 她也开始在外面寻找未及 一开始是为了报复 后来是真的开始沉溺在其中 她眉目间带着解脱地看向我 告诉我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周指就是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我面前的 她长得很高 遮住了我面前的阳光 给我带了一丝阴凉 她伸出手 用直接分明的手 将纸巾递到我的面前 我抬起头看她 不想搭理她 她却固执地站在我面前 我多日积攒的情绪 一下子爆发出来 不停地在她身上发泄着 可她只是眉眼温柔地看着我 用纸巾擦去我眼角的泪水 磕磕巴巴地想要安慰我 别难过 都会好的 看着她像漆黑色的眼眸 我有些愧疚地低下了头 等到点滴打完以后 她贴心地去帮我叫护士 把针以后才走 看着她的背影 我有些后悔今天的冲动 等到再次见到周旨的时候 是在新公司的发布会上 我作为公司的掌权人 上台讲述公司未来的规划 以及下一步的动作 站在台上的时候 我看见了她 她是公司新来的员工 但是因为工作努力 所以作为优秀员工 上台跟我一起合照 发布会结束以后 又在门口看见她 她带着些惊喜地跟我打招呼 随后从书包里面 掏出了一朵羊柑橘 小小白白的一朵 被夹在书里做成书签 周旨微笑地看着我 姐姐 杨柑橘的话语是坚强 希望你以后的生活里 都能坚强起来 我从她的手里接过 带着些笑意地看着她 从那以后 我们就开始频繁地见面 一开始 我并没有想要做什么 大约是我的人生 实在是太过于无趣 太过于浑浊 偶然见到这样一个 干净的男孩子 我总是想要多看两眼 那段时间 顾成宇又画了一个 红颜知己 是一个温婉的江南女子 身上总是带着些温柔的气质 也让顾成宇有些乐不思蜀 总是陪在她身边 甚至有好几次 都在我面前提起她 我总是没有反应 可是手指总是紧紧地掐着手心 将白嫩的手心掐出红痕 最后 顾成宇总是拉着我的手说 轻轻 我们是不一样的 你是我人生当中的一道光 当然 这些我都知道 毕竟我跟她 确实不一样 我从来都不怀疑她对我的真心 只是我们家世相当 都是一身的傲骨 曾经多少次午后 我也曾拉着她的手问她 你会永远只爱我一个人吗 她总是专注地看着我 眼睛里都是我自己 轻轻 我永远只爱你自己 周指的性子温和 总是温柔地哄着我 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我就发现 她喜欢我 毕竟我每次跟她说话 她总是耳间红红地看着我 我有些好笑 问她要不要看我跳舞 那是 在公司空无一人的舞台上 我脱下高跟鞋 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后来 再热闹的商场 人群涌动 我跟她走过好长的一段路 那一天 直到夕阳西下 橘黄色的阳光 撒在她的脸颊 她才红着脸 在我的耳边说出一句话 我喜欢你 我却没有接话 少年人的爱意 总是赤诚赤热的 带着融化一切的勇气 可我却是那样的卑劣 怎么配的 像她那样的角角如明月 又怎么会理解 大家心照不宣举动呢 可是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周只知道我一个人会怕黑 就会坐车来别墅里哄我睡觉 我跟她没有发生越界的关系 有的时候 我甚至有些自暴自弃地想 如果被她知道 一切会怎么样 我故意没有清楚 顾成语在这个屋子里面的痕迹 可是很有意思 顾成语在这个家的痕迹也很轻 大概是外面的女人 总是会温柔小意 所以她总是喜欢待在外面的缘故 再加上我又同她离了心 只剩下面上的平和 就像今天 周只像往常一样 给我点燃睡前的熏香 一边在旁边看书 一边哄我睡觉 我躺在床上 看着正坐在床头看书的周只 房间里面没有开灯 透过外面忽明忽暗的灯光 我看着周只的脸颊 不知为何 突然就很想让她陪着我 我坐起身 迎着周只有些疑惑的目光 静止地坐在了她的怀里 双手搂住她的脖梗 在她的脸颊上落下一吻 少年人雪白的肌肤 立马变得发红 眼里闪过一丝惊喜 有些紧张地看向我 轻 轻轻 我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庞 笑意盈盈地开口 周只 我喜欢你 少年人的脸颊红得低血 我没有想到 顾承宇会突然回来 彼时我正躺好走到楼下喝水 他走进屋里 先是环视了一圈 才放心地走到我面前 对不起 轻轻 我今天没有去公司 其实我今天是跟陈伟在一起 陈伟就是夏婉晴的老公 我不喜欢她 当初陈伟跟夏婉晴商业联姻之前 也曾发誓要永远对夏婉晴好 将她捧在手心如珠四宝 可是男人的心总是这样 她爱你的时候 你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她不爱你的时候 你就是最爱眼的人 在夏婉晴生日宴会的那天 她跟情人逛街的信息 传遍了大街小巷 陈伟的羞辱 没有夏婉晴认输过 很快两个人就过起了面 和心不合的日子 有的时候 甚至连面子上也过不去 顾承宇是知道 我不喜欢陈伟的 但是他并不在意 在他眼里 这样早已经是常态 毕竟很多时候 当一件事情开始习以为常 那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我仰头喝完水 没关系 冬日的寒气太重 顾承宇想来碰我 却又在快要碰到我的时候 停下动作 脸上的笑意还没有停歇 转身 就看见桌子上放了书本 是周执走的时候 忘记带走的 顾承宇走过去翻了两下 脸色有些阴沉地开口 青青 我记得你以前不喜欢看这类型的书 是突然感兴趣了吗 多搞笑 他明明都知道 却还是很体贴地 给我找借口 仿佛只要我顺着他的话回答 我们就会回到从前一样 我从他手里拿过那本书 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顾承宇 是不是 你不是最清楚了吗 我对夏婉晴说的那句 我没有独善其身 大概是被顾承宇听见了 不然 他也不会这么着急忙慌地赶回来 顾承宇有些烦闷地 脱下身上的外套 扔在沙发上 随后走到沙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从口袋里面 掏出香烟盒打开 他很少抽烟 以前每次抽烟之前 都会问我可不可以抽 如今确实直接点燃 屋外不知道何时开始下起了飞雪 我没有回房间 而是坐在沙发上看着他 顾承宇的眉头紧簇 整个人都隐藏在烟雾里 带着些灰暗不明的气质 过了很久 他才开口 轻轻 我以为 你以为我不会 你以为我会永远忠诚于你 顾承宇有些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我却吃笑一声 我确实不会 我曾经亲眼见过 父母双双出轨的模样 哪怕是母亲也曾经劝解我 他说 轻轻 忠贞并不是婚姻能不能走到最后的条件 共同的利益才是 可是我不愿 我不愿意去这么做 顾承宇大概是太过于了解我 他知道我爱他 他知道我为他付出了一切 所以当我在外面有人的时候 他才会这么难以接受 可是 他还是他 他淡然地开口 你把人约出来 我帮你把把关怎么样 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想要知道 我对于那个人 到底是真的喜欢 还是只是玩玩 其实不必如此 我看着窗外的满天大雪 非常平静地开口 顾承宇 我们离婚吧 这句话 我等了很多年才说出口 他大概是永远不会知道 在我知道他出轨的时候 我肚子里面已经有了我们的孩子 那个时候 我坐在车里 看着车窗外甜蜜的两个人 少女的笑容总是明媚的 顾承宇总是宠溺地看着他 仿佛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新鲜感 大概是所有婚姻当中致命的一击 他对他宠爱到我甚至不用去查 就知道他今天又为他付出了什么 买了什么 那段时间里 顾承宇总是甚少回家 自然也很难注视到我身上的异样 直到有一天半夜 我肚子实在是疼得受不了 迷迷糊糊之中拨打了他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子 告诉我顾承宇正在忙 问我有什么事情他可以带说 大概是多日的委屈涌上心头 我命令般让他将手机递给顾承宇 他委屈得直掉眼泪 隔着电话 我都能听见顾承宇温柔哄他的声音 中间说了什么 我已经忘记 只记得顾承宇最后威胁的开口 轻轻别学下婉情 没有好结果的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 我真的是太天真了 天真到以为已 就凭我们的情谊 可以对抗这个所有默认的规矩 在脑海里的晕眩越来越严重之前 我给自己拨打了急救电话 经过医院的一夜的抢救 我才最终保住了性命 只是那个孩子最终还是因为失血过多 没能保住 后来过了很久很久 顾承宇才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那天喝多了 因为公司的一些事情迁怒了我 希望我不要介意 他已经让人将他送走了 那个时候 我看着头顶的点滴 带着些重获新生的喜悦 顾承宇不必如此 我是叶清清 是叶家的大小姐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 是两家利益的羁绊 他没有说话 过了许久才开口 清清 你好像长大了 我冷吃一声 挂掉了电话 我知道 我不是什么聪明人 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才将顾承宇 从我的心里面挖出来 但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我知道 如今两家的利益 纠缠在一起的不少 所以主动开口 顾承宇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只要能离婚 我愿意净身出户 不行 顾承宇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样 大声地反驳我 叶清清 你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身价有多少 我冷漠地看着他 眼里没有一丝的情绪 伸手解开睡衣的第一个扣子 露出里面的一片红狠 顾承宇 我们好聚好散 对我们都好 大概是我今天的表白刺激了周指 他有些兴奋地吻上了我的脖肩 却在胸口的时候停下了动作 说不能这样 随后就匆忙地离开了 顾承宇看着我脖梗的吻痕 眼神里充斥着月色 手腕上的青筋四起 在动手砸了一个花瓶以后 才带着些怒气开口 叶清清 他是谁 他怎么就值得你真的动心 他有我有钱吗 他能给得了你这么物质的生活吗 顾承宇 我冷漠地开口 在跟你在一起之前 这些东西我也不缺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 红着眼睛问我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一路走到今天 能有今天的结果 我们都应该心知肚明 所以我带着平静地开口 顾承宇 我从不怀疑你挣钱的能力 就像你从来都不会怀疑我的真心一样 只是从始至终 你都知道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 眼里居然带着些委屈地看着我 清清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我可以改的 看见他这副样子 居然也是有几分在意我的样子 真是搞笑 我仿佛看见了当初的那个委屈求全的自己 心里的恶意被瞬间放得最大 我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顾承宇 你知道吗 我曾经怀过一个孩子 顾承宇呆愣地看着我 心脏剧烈跳动 他突然很想开口 让我不要再开口了 可是心脏剧烈地跳动 让他开不了话 只能定定地看着我说完 在我第一次发现你出轨的时候 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被你的小情人接到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 我流了很多血 我很害怕 我想跟你求救的时候 却被你的威胁尽数堵在了嘴里 我冷眼看着顾承宇眼里的痛苦 夏婉晴当初没有背水一战 放弃夏家的勇气 可是我有 说来也奇怪 自从那天以后 顾承宇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就连夏婉晴都问我 你跟顾承宇怎么了 听说他把身边的那些音艳艳都断了 没怎么 你帮我跟陈伟说一声 让他劝劝顾承宇 我跟他离婚 不是闹着玩的 夏婉晴沉默 叶家会同意吗 叶家的掌权人 只是一个私生子 最近特别害怕 我仗着顾家的关系 夺走他手里的一切 夏婉晴更加沉默 最后也只是黯然地开口 轻轻 你比我有勇气 顾承宇的求和手段 实在是不算新鲜 最近他公司好像突然不忙了一样 他居然也开始朝九晚五了起来 他将满是饭菜的盘子 端到我的面前 回忆地开口 轻轻 你还记得吗 当初就是在宴会上 你吃了我做了的菜说 很喜欢我的 我顺从地点头 是啊 你也是在我说出我是叶家大小姐以后 你才将你做的菜给我吃的 他哑然 他从小就聪慧至极 对于这些更是无师自通 就连他最开始接近我 也是为了叶家 我实在是厌烦了这种 干脆就主动搬离了别墅 直到后来 周指给我打电话 轻轻 听说你准备让我出国深造 少年的声音很开心 这大概是一个很好机会 后来我也去查了 是顾成宇出钱 选了几个人出国深造 可是想把谁送走 结果不言而喻 我反问周指 你想要出国吗 这也很好 只是以后都不能陪我了 毕竟我知道 这次出国的时期很长 并且需要签订 中间不能回国的协议 否则就要赔付违约金 我自然是不信什么意见钟情 天长地久 我只信纸醉金迷 誓言一改 顾成宇想要见我 被我拒绝了 可是他总有机会找到我 一天下午 我正坐在海边 看着远处的潮起潮落 他却不知道 何时坐在我身边 一直没有开口 我看向他 冷静地开口 顾成宇 你送人走的路子 越来越熟练了 他语气淡淡 轻轻 我们年少走来 一路上不容易 你应该知道 我们才是最合适的 我突然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他总不会是要 追击火葬场吧 这是打算干什么 告诉我 金钱能够改变一切 我干脆冷漠地看着他 顾成宇 你的那些哥哥弟弟 只是沉默了 并不是死了 如果我跟他们联手 你还能守住顾家吗 顾成宇的语气 有些激动 轻轻 我们就不能从头开始吗 周指他算个什么 他一年的工资 都没有我一个月挣得多 如果不是你 我连看都不会看他一样 我有些新鲜地看着他 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过 这样恼凶成怒的他了 那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又要拿你那些情人 来恶心我呢 是觉得他们也配喊我一声姐姐吗 他们不配 可是顾成宇 是你 是你将他们放在了跟我一样的位置 你觉得你做这些 你配吗 顾成宇脸色苍白地看着我 我想 一切都快要结束了 在我接到周指的电话时 已经赶到了机场 听秘书说 他今天就要出发了 我对于周指的感情 并不算是特别深厚 但到底是在一起这么久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来送他 隔着人海 我看见周指站在不远处 他兴奋地朝我跑过来 将我一把拥在怀里 轻轻 等我回来 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我轻轻地推开他 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我不接受异地恋 所以周指 我们到此为止吧 少年人的眼神 闪过一丝伤心 又很快地晴朗了起来 他放下手里的行李箱 拉着我走出了机场 他没有选择出国 我有些诧异 毕竟这个条件真的很优渥 就算是我 可能也开不出这么优渥的条件 这个机会有多难的 他是知道的 可他就这样牵着我的手 离开了人群 没有一丝的犹豫 对于我们的婚姻 顾家是绝对不允许顾承宇 被儿女情长拖累太久的 有他们出面 很快就到了我们签订离婚协议那天 顾承宇虽然面上很不好看 但是给出的条件 却是很优渥 除了股份 平层 别墅 现金 一样都不少 这是他能给我最好的条件了 在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顾承宇依旧带着些遗憾地看着我 轻轻 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的 我起身 没有说话 只是在门口跟他说再见 以前小时候 他每次送我回家 我都会跟他说再见 只是这一次 我们大概是再也不会见了吧 对于结果 我们彼此都是心知肚明 顾承宇没有说话 只是一直沉默地看着我离开 他有他的骄傲 他对我最大的温柔 大概就是这段时间 求我回心转意了 我的车在我新买的别墅门口停下 周指看见我 立马就欣喜地围了上来 带着些期待地开口 清清 你跟他的离婚协议办好了吗 我上下打量着他 随后点头 周指 你今天晚上能留下陪我吗 少年人长舒了一口气 然后上前握住了我的手 耳朵红得厉害 却还是点头 好 初春的阳光 洒在人的身上暖洋洋洋的 就像是一切的开端 总是带着温暖 周指 周指到底是才二十出头 在床上要起来 总是没完没了的 一整夜 整整一整夜 这也就导致了 第二天日上三干的时候 我还躺在床上睡懒觉 就这样没修没躁的生活 过了几天以后 周指就提出要带我回家见父母 他家里是书香门第 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虽不是家产万贯 但是家风清廉 父母都带人温和 我母亲一开始 对于我离婚 也一直颇有微词 觉得顾成语出轨 不过就是生活当中 最稀疏平常的一件小事 身旁的那个人 不是小三小四不停的 只有我 非要追求忠诚 简直可笑至极 但是在见过周指的父母以后 他突然就没有了 任何反对的声音 他说 清清 我在黑暗里面久了 居然都忘记 光明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你是我千娇白虫长大的女儿 本来就该值得最好的 我不置可否 毕竟当初 他也是为了爱情 才嫁给了我的父亲 只是他爱得太卑微了 就算是报复 都选择了伤害自己的一种方式 至于我父亲 他想要反对 但是已经没有了任何话语权 我跟周指订婚的那天 我再次见到了顾成语 他正搂着新女友 脸色铁青地看着我 见我没有看他 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分给他一个 他双手用力地握在在一起 过了两久 才慢慢地开口 轻轻 你会后悔的 我但笑一声 开口 顾成语 你放心 就算是后悔 我也不会回头看你一眼 周指不知道何时跑到我身后 搂着我的腰 挑衅地看着顾成语 老婆 你别不要我 说完还轻易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顾成语健壮 也只能搂着新女友 离开了我的订婚现场 没有想到 我跟他再次见面的时候 居然会是在医院 生理期两个月没有来了 我一直以为 只是因为我月经不规律 毕竟自从上次流产以后 医生就断言我子宫受损 这辈子再难有孕 没想到 居然是怀孕了 拿着孕简单站在医院门口的时候 我还有些不可置信 周指却是喜极而泣 抱着我恨不得转两圈 轻轻 我居然当爸爸了 我也高兴地拍着她的后背 却看见角落里正在跟医生对峙的顾成语 什么叫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了 我明明之前有过的 医生一脸为难地看着她 只能耐心地劝告她 顾先生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 你前几年的检查报告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近两年您抽烟喝酒 再加上纵欲过度 这才导致精子活动低 受孕率微乎其微 顾成语有些接受不了的 将检查单摔在医生的脸上 气愤地说道 你这个庸医不就是想要钱 我告诉你 钱我有的是 医生似乎不想跟她纠缠 估计也怕被顾成语一时激动 拿她撒气 只能无奈地说道 顾先生 医院的检查结果确实是这样 要不您去更大的医院检查一下 顾成语见状 转身就气冲冲地离开了医院 在路过我们的时候 顾成语本来没有看见我们 周指却特意地跟她打了招呼 这不是钱夫哥吗 你也来医院啊 顾成语扫了我们一眼 估计是不太想搭理我们 周指却喜气洋洋地开口 我们家轻轻怀孕了 我来陪她做产检 她一个人我不放心 毕竟怀孕可是大事 顾成语被气得脸色铁青 大概是又想到我流产那天 居然愧疚地看了我一眼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周指 干嘛还刺激她 她却心疼地搂着我 嗓音委屈地开口 我替你委屈 那天你要是没力气打急救电话 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傻瓜 大概是有了上次的经历 周指每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生怕我出现了什么意外 直到我从产房出来 她都崩溃地抱着孩子看着我 青青 生孩子太痛了 我舍不得 我们以后再也不生了 惹得一旁来看我的夏婉晴 直接白了她一眼 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长命所 待在了宝宝身上 才闲聊地开口 青青 你知道吗 顾成语出国了 我疑惑 顾家很多产业都在国外 她出国不是很正常 还值得你特意说 夏婉晴却一脸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的神情 是自从顾成语知道自己不能怀孕以后 就疯狂地在外面乱搞 结果被人传染了病 被她家里的那些私生子拿捏了把柄 直接被逼得出国看病去了 我其实早就不关心她怎样了 但如今这样还是有些唏嘘 真没想到 谁说不是 因为这件事圈子里面收敛了不少 我也准备离婚了 夏婉晴微微低头对我说 你终于放过自己了 那是 现在谁不羡慕你